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系统不堪负荷 上个月区议会选举投票日 电子选民登记策系统夜晚故障 令到票站一度暂停投票 投票时间最终延长过半钟 由选官会、知科办、警方网罪科等 组成的专责调查小组 向特首提交中期报告 报告说调查发现选务人员登入 和出取投票数字两个程序存在设计问题 令到运算所需时间会不断上升 故障的时候中央处理器的负荷接近百分百 而选务人员登入程序不必要地 大量佔用伺服器的资源 令到系统难以执行发票程序 选管会说出现问题的两个程序 由选举事务署资讯科技管理部人员 因应驱选运作而改动系统设计 事前没有做充分的承载测试 而三重认证架构都未能够做到把关 第一重一定是选举事务署的技术团队去做的 第二第三重那个独立承办商的职能 就不去由头写一次那个程式的 而是就着这些收拐调整去到进行一些评估测试 第二无可避免地在理解那个程式 或者是理解那个改动方面都会在某程度上 去依赖这个选举事务署的技术团队 对他们进行的展述 而今次那个原因就是在展述方面出现了一些缺陷 调查小组也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外部装置 企图当入系统的记录 警方也都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证据 基本排除受到外部攻击的可能性 另外由于晚间转用紫盘派票 需要由人手计算 令到计算上出现了误差 收定最终投票率是27.59% 实际增加了大约2千人投票 但选管会强调对选举结果绝无影响 母知里士记者 赊卷文部导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就电子选民登记责故障自协 强调会按既有机制严肃跟进 选管会就说就所有选举事务都有主体责任 调查完了 知道了结果 到时觉得如果有人要问责 我没所谓 事故过去个半月 调查小组交出中期报告 但仍然未交代是否有人要就事件问责 那天那个答案也是我最真正的答案 我也不打算改变那个答案 选举事务事就不是选管会的部门 但我们一定要监察他们的运作 而根据法例 其实选管会在任何选举事务都有一个主体责任 他又强调不应该因为今次的失误 忽略电子选民登记测系统的价值 我想要研发一套系统是完全完备的 十全十美的 是一个非常之艰巨的工作 但我相信选管会无论在我 或者其他人的领导之下 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都会一定是认真处理习无澎湃 我们不会采用不做不错 多做多错 我们会继续鼓励我们的同事 是提供更好更优化的一个体验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也都就顾仲致歉 强调会案既有的机制严肃跟进 我们都是感到非常之遗憾的 也都是对这个受影响的选民 我们都是表示怯意的 当然我们政府有自己的机制 如果预有这些情况 我们都会因应实的情况 以及既有机制去做一个适当处理 在这方面大家都放心 如果有情况我们一定会严肃跟进 稍后等到调查的细化过程可以完成 我们才可以决定究竟是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进行这个负责的情况 他说当局会和选管会和选举事务处 认真研究落实调查小组的改善建议 又说今次事故无外选举成功进行 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认真做好筹备宣传等的工作 希望大家对日后的选举仍然抱有信心 无先事记者疾愿无道 垃圾征费延迟到8月1日实施 指定垃圾袋就按原定计划 昨天起在部分的零售店开售 有便利店卖最大的是20公升 不少市民都说 比常见的家用垃圾袋小 也都觉得售价太贵 指定垃圾袋要在3000个零售店购买 最先开售的便利店 将它们放在当眼的货架上 你今天有垃圾袋购买吗 是的 15公升 20公升 指定袋合共9款 容量3公升至100公升 但是便利店暂时只是卖3款 最大得20公升 要一次购买40个收88元 摸到实物了 市民觉得如何呢 这个袋只能放到半日多一点的东西 是的 那20升呢 20升 20升 20升会不会好些 20升会好些 偏贵 平时买垃圾袋一个都是 一个圈都有五十多个 都是20来元而已 应该日常开支 是的 有少少负担 你一家人有三个 你煮饭买菜买鱼都要三个 你没理由两天扔一个吧 那些味道很难闻的 当然是贵的 以我们老人家来说 只有一两个人搵食 现在搵得又不是很多 那你说可可可可 有劏房会说 现在用超市胶袋扔垃圾 要给钱买指定袋 变成负担 大一点我就不会买了 因为经济不容许我 虾虾的净量 用三个肚子一个 我送头送尾 吃净的那些 我都不会再来 垃圾灯 我只是到厕所沖了它 我放在这里 我放两三个肚子 有发臭 社区组织协会就说 不少基层居民都有同样担心 中门有通胀高 很多人都不够 其实已经不够生活了 所以你叫他拿多 10元也好 20元也好 都是困难的 有些居民他说 那我可能要深夜的时候 去扔垃圾 就是他想这些 那我说你不要 有天眼的 然后他说可能 要包到陷 不会有人认不到自己 他认为政府要提供津贴 和更多时间给基层适应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当局维持原来的评估 说每户每日 一个15公升的指定袋就够用 只要市民做好回收 15公升的指定袋 比常见的家用垃圾袋小得多 套落办公室用的小型垃圾桶 大小刚好 买大一级20公升 大小就和普通垃圾袋差不多 尝试放入常见家用垃圾 放了十件八件 已经去到标示的参考线 不可以放太满 必须预留最顶位置来促紧 如果不能够包好 那就变成违规 要和常见垃圾袋 一样大的指定袋 就要买50公升 一个五个半 一日用一个 每个月要近170元 我们推行垃圾收费 鼓励大家去减费回收 如果大家把垃圾的回收物 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 一个15公升 甚至小一点的胶袋 都会足够你一日的使用 或者如果你用一个 大一点的20公升的时候 可能你两天才需要 或者去扔掉一只铁垃圾 对于指定垃圾袋不可降解 又是否违背环保原则呢 謝展环说在堆填的时候 就算可降解的胶袋 在无氧环境下 亦都分解不了 因为它是可降解 它是加了一些 一些我们叫做生物 一些物质在里面 那些很多时候 如果在大自然里面 它会吸附一些 其他的化学物品 变成成一个微胶粒的时候 那个毒性会更加的强 对环境影响会更加的大 不过 环保组织认为 降解胶袋 可以减轻堆填区压力 偶尽不要折转牛角尖 它参与一些东西 不会是出现的 即是堆填区是 已经管理好的 封好了 堆填区根本就是 很多其他的污染物的了 放了去堆填区是一个 不是封了 不会再有东西 是可以流出去堆填区之外 他又说外国已经有 没有交成份的垃圾袋 给指定袋环保 香港应该参考 无线电视记者 南豪杰报导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先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8,086点升37点 标准普及500指数报 4888点跌5点 其他消息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審 壹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雄作证的时候 说 黎智英指示《苹果日报》 不要写太多攻击特朗普的内容 希望他连任 对中国实施制裁 审讯带入第17日 正是复刑继黎智英在警方押戒下 由囚车送到西九龙法院 重返证人 壹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雄继续作攻 他确认黎智英在2020年7月至11月 先后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博瑞光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伍夫为之对谈 也和前港督彭定康讨论证明 世界不能信任中共等等 其中一集的嘉宾是美国陆军前副参与长基因 黎智英曾经向他说 最近嘉宾都很猛 基因很有影响力 张建雄说 曾经向黎智英表达 港区国安法已经生效 邀请美国退休将军会不会太敏感 黎智英回应说 以我做生意直觉 那搞我我一定去到最尽 我没得退 黎智英2020年6月 亦曾经WhatsApp张建雄 指示《苹果日报》国际组 不要跟《纽约时报》和《CNN》 针对争取连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说《苹果》要靠特朗普政府支持保命 另外《苹果日报》編彩管理层 WhatsApp有群组 叫做国安法应变委员会 黎智英不是成员 张建雄说是商讨红线对工作的影响 《壹传媒》前执行总编辑林文中 曾经提议转导讨论 有信息自动销毁功能 张建雄说 因为当时有机会讨论敏感话题 雄方追问什么是敏感话题 张建雄举例 群组曾经讨论一张抗争海报 应不应该按黎智英希望 加上《苹果日报》商标 以及在《七一游行》中 在民主党街站派发 雄方完成合共7日的主问 下个星期一续审 由辩方盘文章建雄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倩 教育局说去年有47个教师被钉牌 按年急升超过一倍 教育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 去年该局合共就171宗教师 违反专业操守的个案 采取更进行动 当中47人被钉牌 即是取消教师注册 《教2022》和《21年》 分别有21名和7名教师被钉牌 急升1.2倍和5.7倍 去年也有13个教师收谴责信 69人收到书面警告 13人收到书面劝语 以及29人遭到口头提示 或者纪录在案 教育局解释 个案显著增加 是因为2021-2022年起 落实加强措施 即是每三年为所有在职 和离职注册教师 进行刑事记录查核所发现的个案 当局说大部分个案的涉事教师 已经离开教学行列 但是如果涉及严重违法行为 或者违反专业操守 为了保障学童福祉 局方都会严肃跟进 到着他重返学校的机会 而去年涉及严重违反专业操守 被取消注册的其他个案 主要涉及干犯和性相关 若疑和和学生有超越私生关系的交往 教育界认为三年查核一次未必足够 有必要更快处理钉牌 教育局又说会继续加强教师入职 聘用和管理的把关工作 确保所有获准在校的教师 都是适合和适当的人选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加沙战事持续 累计超过26000个巴勒斯坦人丧生 联合国国际法院举行听证会 命令以色列 采取一切措施 防止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 但没有下令结束军事行动 以方就说会采取行动自卫 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在星期五 就南非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 并且要求法院勒令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作出终期裁决 在法院外分别有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众示威 雖然相关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国际法院没有办法强制执行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欢迎国际法院的裁决 说没有国家可以凌隔在法律之上 武装组织哈马斯也有官员认为 裁决是孤立以色列的重要发展 揭露了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 而以色列总理罗塔利阿胡就说 有关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不可接受 他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智慧 南非政府就形容相关裁决是国际法治的决定性胜利 但国际法院不命令加沙停火 裁决就起不到作用 当局敦促以色列不要违背法庭的命令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布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 北约一直寻求东阔 继芬兰去年4月加入之后 瑞典的入约程序近日也终于取得突破 被视为最大阻力之一的土耳其 国会也都开绿灯 目前只剩下匈牙利还未批准 到底匈牙利还有什么考虑呢 如果瑞典正式加入北约 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多大的安全威胁呢 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法国 这日出动E3F型预警机 在罗马尼亚东部上空定期监视飞行 为北约和他们的成员国收集情报 随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两周年临近 北约对俄罗斯和他边界附近的监测行动 没有松懈 同时继续积极推动北约东阔 芬兰去年4月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受北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承诺保护 即是一旦遭到攻击 其他北约成员国必须支援 由于北约接纳新成员 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 原定计划和芬兰一起加入北约的瑞典 被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阻撓 土耳其一直指控北欧国家 包庇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 富尔德工人党 为了争取安卡拉放行 瑞典不断调整反恐政策 而土耳其去年亦都开出条件 要求美国同意向他们出售F16战机 经过20个月拉脚 土耳其国会星期二以287票赞成 55票反对 通过有关瑞典加入北约的议案 并且由总统埃尔当安签署 意味瑞典只剩下匈牙利这一关未过 匈牙利一直未有就拖延瑞典加入北约 提供明确原因 不过总理欧尔班和俄罗斯关系密切 过往在不少政策上 和欧盟以及北约唱反调 有匈牙利高层官员曾经说 不满瑞典批评当地的民主状况 芬兰和瑞典过去长久以来 都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 被视为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区 分析说如果连瑞典都加入北约 它的地理位置将会大大增强北约 在北部的军事地位 令波罗的海被北约国家包围 变成北约湖 而瑞典的哥德兰岛 握手着波罗的海的正中央 被形容为波罗的海航空母舰 将会成为北约地盘 可以控制波罗的海的海上航线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如果圣比德堡的船船要去波罗的海 就必须通过芬兰湾 继续向西就会经过哥德兰岛 而在那个岛东南方向的没多远 就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所在地 加里凌格纳 虽然自冷战以来 瑞典军力规模大幅缩减 但就拥有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 多年来也一直参与北约的联合演习 外界普遍相信 瑞典军队的加入 可以增强北约在那个地区的集体防御能力 提升联盟北约的军事力量 不过面对北约步步进逼 俄罗斯势必加强在西部的军事活动 加剧地区局势不稳 随着土耳其同意给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也态度软化 说已经邀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重到访 商讨瑞典加入北约的事 不过除非匈牙利国会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这个议案 否则下次会议预计要等到下个月26日举行 我们下星期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盛事安排 包括情人节起 在中环有著名巨型深深悬浮装置 之后亦都有金融相关展览 当局又成立跨部门 盛事统筹协调组更好推动盛事经济 直径大约12米的巨型深深悬浮装置 是曾经在伦敦时庄州出现过的Tropy Hut 来到香港之后 会在中环王后像广场 由情人节开始展出到元宵 3月中环外地部广场 就会举行合资大者展览 展出金融不下角色的雕塑 以配合它八年诞售 潮云城市 国际流行文化活动ComplexCon 亦首次跳出美国 同月22日开始 一连三日在阿博举行 繼去年年底 国际著名时装品牌LV 来香港举办时装展 另一巨头Dior 亦会在3月23日 来香港举行时装展 连同多项体育城市 包括Liv高尔夫职业巡回赛香港站 国际车人篮球赛等等 政府说上半年有80项城市 那可以为本港带来多少财气呢 政府就说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不是单单看它经济贡献那方面 它亦有很多无形的贡献 它亲身来过香港之后 它是真正感受到香港的 我们很有动感 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其实回到它自己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成为我们最佳的一个大使 近日多个立法会议员都要求 争取国际知名歌声来香港 带动经济 有没有机会成事呢 那我们一定会尽做的 那些委员呢 其实自己人物都非常之强劲 亦都会帮手去全球 去手来这些盛事 和一些名人或者歌声来香港 去演出的 政府又可以给到什么支援呢 城市来香港呢 它争取的其实未必是一些财政上的支援 它争取的 它需要的 是一些可能在规管上的 发牌的一些更时间上的方面 或者一些相关的配套安排 去人潮的管理 交通管理安排等等 王伟伦说因为这样 当局成立跨部门盛事统筹协调组 由他做组长 民体内局局长杨润雄做副组长 雷法局也会切专组 作为和盛事单位的联络窗口 龙年新春烟花会演的主题是 龙年百劫旺 城市中华强 历时约23分钟 分8幕 第一幕 高空会呈现闪电雷鸣 银波大雷等的图案 第二幕会出现金色和红色的 亚拉伯数字8的烟花 也会有暂身的五彩乾坤球 于衣时来运转 另一幕会有笑面和双红心造型的烟花 唯一采用英文歌曲的一幕 会有银线瀑布和绿线瀑布倾射而下 最后一幕 夜空会上演金元宝和铅铅鱼 也有特大感冠烟花 在最后30秒密集式发放 将气氛推到最高点 广州初一也会有新春烟花会员 更加长达45分钟 主办方说不怕香港烟花失色 维港的烟花 其实是享誉盛名的 广州虽然时间长些 但那个位置和观赏性 香港其实在国际上的形象 远远是国际化过广州很多的 今次烟花分三艘等船 在维港发放23888枚烟花 预计耗资1300万港元 等船距离由175米增至250米 比国庆烟花会演更加阔 无线理事记者叶子华报导 警方拘捕一个36岁足球会前发展总监 涉嫌额清可以获演唱会内部门票出售 过百人授骗 涉款近600万 警方搜查被捕人粉领的住所 在行动中检获银行卡 手提电话和手提电脑 警方在星期二接获市民报案 说早前透过网上平台 向一个卖家购买演唱会门票 但是付钱之后 未能联络那个卖家 怀疑受骗 在调查之后发现 24七足球会 一个36岁 姓周的前发展总监 经由社交网站等的不同渠道 声称有办法 拿到演唱会的内部认救门票 并且怀疑他滥用职务人脈 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 这名被捕人 是声称所有在香港举办的演唱会 他都可以获得门票 当中包括Mira 姜濤 近期的Twins 郑秀文 甚至乎Black Pink等等的门票 所有的门票他都声称可以得到 而款项方面 小的几百元 直到大的数目 几十万都有 被捕人要求受害人 转账款项到自己 和他人名下14个转数块户口 但是收钱之后 一直拖延 最后失去联络 警方相信被捕人 是诈骗集团主脑 自去年5月起犯案 涉及33宗骗案 至少超过100人受骗 合共损失近600万 会继续调查资金流向 不排除会凍结更加多的户口 24-7足球会 是女子足球会 近年亮相本地女子甲组联赛 球会晚上发表声明说 周智叶是球会赞助人之一 管理层几日前 发现有球员 在社交平台发布 一则关于金钱问题的帖文 在了解之后 发现涉及周智叶的违法行为 所以主动报案 并且即时解除周智叶的职务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外汇基金去年转赚超过2千多亿 金融管理局提醒 美国减息的时间和步伐存在不确定性 今年投资环境仍然充满挑战 受惠高息环境债券收益率高企 外汇基金持有的债券 获取可观的利息收入 带动去年外汇基金 录得投资收入2,127亿 修复对上一年的失地 去年整体投资回报率 达到5.2% 当中债券赚1,440亿 是力尼最高 本港股票涉155亿 其他股票赚732亿 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下调5亿 金管局总裁余韦文说 美国去年第三季暂停加息 近期预示利率可能已经见顶 投资情绪变得乐观 但就提醒今年环球投资市场 不确定性仍然多 现在市场一般预期 美联储可能会短期内减息 但如果最终减息的时间和部分 都比市场预期迟慢 会不会因此引起金融市场 有一些价格调整 有比较大的波动 当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明朗因素 其实就是地缘政治风险 今年也是一个关键的选举年 亦都是汇市场增加一些额外的变数 去年本港股市表现不好 拖低外汇基金表现 金管局说外汇基金的股票投资 一直以海外资产为主 你想想如果我们要有流动性 要去变演我们的资产 去保护我们的金融稳定 如果你是拿着香港的资产 你到时去卖 在香港比较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 其实你反而会加重压力 我们是手头有些港股 这些是我们很多年前 25年前 是因为98年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入市 就摆在那裡 而我们也是把它当成为 一个长期 我们的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那我们的做法是 放在那里用来做分散 而是不加亦不减的 那这个立场就是没有变得 近年外汇基金投资支付给财政储备款 共175亿 无线电视记者陆佩英博道 外交部副部长孙惠东访问北韩 合谈加强两国合作 孙惠东昨天在平壤拜会北韩外长崔善基 并和副外长朴明浩举行会谈 双方就中朝关系 国际地区形势等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高度评价 近年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再次确认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两国关系 是两党和两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一致同意加强各层级战略沟通 深化传统友好和务实合作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推动两国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 孙惠东在前日率团 经新以周时抵达平壤 随即向北韩已故领袖 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同像显化 南韩传媒预料 他可能会礼节性 拜访北韩领袖金正恩 俄乌战事持续将近两年 乌克兰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计划在瑞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 讨论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乌克兰总统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的外交顾问 若夫克雅说 中方参与峰会对乌克兰非常重要 乌方正是和中方协商 又说峰会将就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包括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以及俄罗斯撤军等等 讨论落实路线图 瑞士早前同意应扎连斯基的要求 举办讨论俄乌停战的全球和平峰会 一期和地点未定 而俄罗斯未获邀语会 外长王毅访问泰国四日 双方将签署互免签证协议 王毅亦会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举行新一轮会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泰国副总理兼外长班毅的邀请 星期五开始访问泰国四日 泰方就说总理斯雷塔将会会晤王毅 又说班毅和王毅将会共同主持 泰中外长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 并且签署两国互免签证协定 斯雷塔早前说 泰国对中国游客的入境免签政策 在下个月29日到期 竟同中方持续沟通协商 两国将会在3月1日开始 实施永久免签安排 双方旅客可以最多逗留90日 另外中方说经中美双方商定 王毅会在曼谷 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王毅主任将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立场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美方交换意见 白宫发声明说 双方会晤在延续两国元首 去年11月达成美中维持战略沟通 以及负责任处理双方关系的承诺 除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外界亦都预料王毅和沙利文将会讨论 红海危机 中方就重新愿意和各方一起 推动局势降温 维护红海地区安全稳定 又说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 对也门使用武力 要切实尊重红海沿岸国家 包括也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外生利文会晤施雷塔期间 说美方自力在泰国加强投资合作 并且国大安全合作 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泰方就说 双方有意进一步加强 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 并且讨论中东、缅甸等局势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布德 中国和乌兹别克宣布 发展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有外交学者认为 这样反映双方自力于 奴固永久的一种战略合作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乌兹别克总统米尔製若耶夫 星期二起到中国进行国时访问 两个元首举行会谈 并且发表联合声明 确认发展并且深化中乌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他认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 亦都是中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未来和中国在经济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 人民交流 区域合作等各个领域 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自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首个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中国已经和80多个国家地区或者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有分析指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专门用来形容中俄关系 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准和战略协作特点 而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 中国和白俄罗斯 中国和委内瑞拉 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全天候的特殊关系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导 在北京西站不少旅客都大包小包 啟程回乡过年 车站安排专人即席辉豪 为旅客送上辉春 希望他们将福气带回家 又在俄罗斯留学的大学山说 要转多程车才回到家乡河南郑州过年 但他认为今年春运抢高铁票教过往容易 由北京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G79次列高铁 上午10点开出 不少旅客打算来香港旅游和探亲 认为性价比更加高 因为孩子在14岁以下他可以半嫁 然后他的时间很短非常方便 比在内地买春运的票要好买 北京西站说春运首日预计会发送143,000人次 主要前往郑州、西安、长沙等城市 增持了多项便利旅客的措施 咱们站内的设备设施进行了检查尾保 确保客服设备的状态良好 再有就是尤其是对供暖设备进行了检查 保证咱们旅客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候车环境 国铁集团说春运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 全国铁路预计到3月5日春运期间 发送旅客4亿8千万人次 日均1,200万人次 较去年增长近3成8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永音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